對了 砂鍋炒香配料 加入白米飯繼續大火翻炒 又油又香的炒飯 最講究粒粒分明口感 很多人會用冷掉的飯來做 而這次保銀茶室中毒事件 前台大急診醫師李建章 臉書PO文點出 會不會是炒飯症候群 煮熟了以後放在室溫 過一段時間 就容易產生這個鮮人腸感菌 所以叫做炒飯症候群 醫師表示炒飯常用冷飯做 飯放在室溫兩小時以上 產生的鮮人腸感菌 連大火炒過都殺不死 容易造成腹瀉嘔吐 除了白米飯澱粉類的板條 常常也看到小麵管放在室溫中 要吃之前再炒過或煮過 對於保存方式 業者們表示 通常都是當天賣完要講求新鮮 當天的貨當天賣完 冰過以後它會變比較硬 比較硬的話你煮出來 它會斷成一結一結 冰涼的 冰涼的保存就對了 屏東內埔跟離港客家聚落 有許多板條墊 有的業者也會放冰箱保存 吃之前著量拿出來 先退冰再料理 專家也提醒 要避開細菌生長溫度 就得冷藏或熱藏 要就7度C以下的冷藏 要就60度C以上的熱藏 不要放在既不冷又不熱的環境下 通常炒飯專賣店 會把白飯保存在大店鍋中 客人點餐才挖出 不會放在室溫下降溫 專家也提醒 除了熱藏煮熟的白飯或澱粉類 還是趕快放進冰箱保存 才能免去大火炒豆殺不死的 現任長桿菌滋生 造成腹血呕吐 三炫朱俊傑連貫之鼓纖 高雄平常